我礼拜五当天 礼拜五当天很忙嘛 然后我就突然见到了龙界仙 然后我就问一下龙界仙 能不能够跟他受访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许晓星 那时候县龙界其实是在赶党团大会的 所以他看了一下那个时间 他也稍微皱了一下眉头 因为他也在犹豫 他到底是要去开党团大会 还是说来接受这一段访问 后来他思考了一下 因为我跟他说 我们要来谈许晓星的事情 结果县龙界二话不说 他就直接好走 然后我们就到连线街 来跟县龙界来进行对谈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县龙界真的是一个超暖心的一个举动 我那个心是许晓星的心 要跟大家说许晓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当你遇难的时候 他会帮你发声 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讲过 在赖品鱼那时候脚架的事件发生之后 他不是泼洒了咖啡 然后还在脸书上面就直接 公然的指责我去撞倒他吗 那事件发生之后 我也有跟那个薛晓星讲 薛晓星第一时间看到了我的讯息的时候 他非常的生气 他很生气 他之后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直接就直接狂轿赖品鱼 就是狂轰赖品鱼了 事后我也有跟巧晓星说就是非常谢谢 因为他们很多来引的朋友都有支持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就有特别跟巧晓跟他说一声就是谢谢你们这么暖都在声援我 那巧晓就回我四个字 我非常的感动 他回我四个字叫做一定要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 大家就可以知道 薛晓星他是一个当他的好朋友落难的时候 他愿意挺身而出 这个是我觉得薛晓星最讲义气的地方 这个新闻新闻吕家凯呢 他上节目就直接当场的跟薛晓星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泄密的案件 被外交部提告泄密的案件 那吕家凯就说很多事情就像贷款啊 你早晚都要还 然后还叫薛晓星说这一题连凹都不能凹 赶快认错赶快道歉 那当然薛晓星看到了吕家凯讲到的这些内容 他就私下也去问一下 这个吕家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薛晓星这个传讯息的状况呢 他主要就是说他感觉到不满嘛 不满的话就会跟对方说 这就是薛晓星他直来直往的个性 那大家觉得薛晓星到底有没有传讯息威胁吕家凯呢 欢迎大家觉得有威胁的就加一 没有威胁的请帮我扣一 那薛晓星私底下传讯息给吕家凯之后 那没想到这个讯息好像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就流出去了 然后就被绿营的侧义大肆的解读 这个叫施压这个叫做许晓星来跟吕家凯开项说 我们消毒会对 我们来看一下在媒体报导上面的标都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就写什么被施压 曾经叫许晓星连凹都不能凹 然后吕家凯改口了 那甚至呢还有媒体下标都是民事 他说呢这个习近平 监看同党辩护还传讯息 然后要车轮站来施压外交部吗 好这就是那个网路上面的这一些的那个报导 还有曾贺爽也整理出了 呃这个侧义的相关的发言 苗博雅呢 就是说有蓝营的朋友跟他讲 巧心都会传讯息关心他们在政论上面的发言 然后清律的名嘴呢 还说吕家凯泡口对内之后 收到许晓星的关切简讯来说什么 消毒会对 但是吕家凯出面对大家说是 巧心私讯是希望多加的帮忙 好那这一整件事情呢 今天许晓星就上大新闻大报告节目 把所有的对话的细节就直接公开了 我刚才网友的回应是说扣意 我就觉得没有威胁 好那因为 吕家凯过去上节目有说什么 我看起来像许晓星吗 我看起来像罗志强吗 这部分让许晓星蛮不开心的 他觉得这是一种霸凌 如果你要针对许晓星的话 那就请吕家凯你就冲着许晓星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把罗志强也把他扯下水呢 所以许晓星就跟吕家凯说 他觉得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威胁来霸凌别人 那吕家凯就回他说加油你最近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了 许晓星就回他说希望你可以多帮忙 以后大家都会互相 吕家凯再回说好你交代我会做到 再跟许晓星说一次加油 好所以到底哪一句话变成了修图会对呢 好许晓星这边就认为呢可能就是他讲的那一句 希望他可以多帮忙以后大家都会互相 就是这一句话被解读是修图会对 可是我觉得许晓星讲这一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说要威胁耶 许晓星说这个以后大家都会互相 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国民党的党内同志 如果出事情的话 那不就是党内的立委会帮忙讲话吗 就出事的话谁要帮你讲话 不就是党内的同志要来帮你讲话吗 所以他所谓的大家互相帮忙 是指帮忙这件事情 而不是跟你修图会丢 就说你下次吕家凯出事 我也跟你落井下石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你出事 那大家党内的同志 当然也会来挺嘛 那今天许晓星出事之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立委 来宁就启动了互心战 很多人站出来挺许晓星 这就是说身为一个立委身为一个明代 请问监督我们的金流 我们捐给乌克兰的金流到底是哪边错了呢 所以包括了谢龙介 包括了陈玉珍 包括了王宏威 罗志祥他们等人 都是非常来力挺需要心的 就是监督就是没有错 那马德那边要独家的来跟大家分享一段 非常暖心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跟谢龙介有关的故事 反正学晓星的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有时候对谈嘛 可能找不到巧星 因为巧星可能也在忙 或者是巧星可能这几天 觉得要低调一点点 那我们就会找别的立委 一起来帮巧星稍微的声援一下下 那我礼拜五当天 礼拜五当天很忙嘛 然后我就突然见到了龙介仙 然后我就问一下 龙介仙能不能够跟他受访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许晓星 那时候谢龙介其实是在赶党团大会的 所以他看了一下那个时间 他也稍微中了一下眉头 因为他也在犹豫 他到底是要去开党团大会 还是说来接受这一段访问 后来他思考了一下 因为我跟他说 我们要来谈许晓星的事情 结果谢龙介二话不说 他就直接好走 然后我们就到连线街 来跟谢龙介来进行对谈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谢龙介真的是一个超暖心的一个举动 我那个心是许晓星的心 非常暖心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然后他就一起来跟我对谈 那礼拜五其实是我跟谢龙介第二次的对谈 前一次的对谈呢 谢龙介有在那个对谈里面有讲说 反正就是会挺巧心 而且挺到底 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反正就是来你的这些立委们就决定要挺许晓星 挺到底 而且明天赵少康的战斗篮也要来开记者会 来挺许晓星 我们中天也是会来进行直播 所以许晓星他所谓的互相是 只有一天吕家凯也会出事 那请问一下 吕家凯出事之后 谁会来帮他 不就是党内的同志要来帮他吗 所以我觉得吕家凯可能也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点 应该这么说好了 如果吕家凯今天真的出事了 你觉得那一些绿媒 甚至是那一些绿营的侧异 他们会去帮你讲话吗 尤其那些绿媒 可能也对你落井下石了 可能也开始大骂你了 那对于绿媒 对于媒体产业而言 他失去了你一个来宾 他们有差吗 他们一定没有差啊 反正那么多国民党的人 他们就每一个节目 大概就邀请一个国民党的 你可以被人家取代的 所以你这时候可能 为了他们节目的走向 你赚到了很多很多的流量 但是问题是 如果当今天你出事了 那些绿媒们 他会真的来挺你吗 所以我才觉得吕家凯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 他现在是议员哦 你再来有没有想要再往立委去攻 那你如果往立委攻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就被绿营给挖出来 那这时候谁要来跟你相挺 所以我才比较担心 恐怕吕家凯这几天的做法会让他非常的后悔 而且你在选举的时候啊 大家看你骂学老星 可能现在看得很开心 但是万一真的轮到你要选举 你要去选立委 这些绿营对你鼓掌叫好的这些人 他们会把票投给你吗 他们会把票投给你吗 我觉得是他去思考的啦 所以把远光放远一点 不是说这一点小段的时间 你可以赚到很多的流量 但是背后呢你如果在你的政治仕途上面 你还要往上攻呢 是不是也得要跟党内的关系 把它给打好一点点呢 那我其实要跟大家说 薛晓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啦 他虽然说做人很直接 讲话很直接 并颠蝎做嘛 可是当你遇难的时候 他会帮你发生 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讲过 在赖品鱼那时候脚架的事件发生之后 他不是泼洒了咖啡 然后还在脸书上面就直接 公然的指责我去撞倒他吗 那事件发生之后 我也有跟那个薛晓星讲 薛晓星第一时间看到了我的 讯息的时候 他非常的生气 他很生气 而且他第一时间就马上联想到 这件事情就是赖品鱼在报仇 为什么在报仇因为赖品鱼他脚架跌倒是第二次我访他 前一次访他就是赖品鱼被搭笑云豹公主跑得快的那一次 就我追他然后他就直接跑上车 云豹公主云豹公主跑得快跑得快 就那件事情 所以那件事情之后赖品鱼就记得了我 结果第二次我在访他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大场面 所以他马上联想到赖品鱼就在报仇 然后薛晓星之后就来跟我要影片 就跟我要这一段整个的受访影片 然后我就把这个直播连结给他 给他之后他是马上看完的 然后他也觉得非常的生气 不就是一个访问吗 不就是一个记者的采访吗 有必要弄成这样吗 他过去因为围庭的事件被追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完全没有所以乔欣非常的生气的 然后我一整件事情 我跟他的那个对话内容 我并没有说希望乔欣能够声援我 但是他之后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直接就直接狂轿赖品鱼 就是狂轰赖品鱼了 事后我也有跟乔欣说就是非常谢谢 因为他们很多来你的朋友都有支持 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就有特别跟乔欣跟他说一声 就是谢谢你们这么暖都在声援我 那乔欣就回我四个字 我非常的感动 他回我四个字叫做一定要的 所以我谢谢他他们声援我 但他回我四个字叫做一定要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 大家就可以知道 徐晓欣他是一个当他的好朋友落难的时候 他愿意挺身而出 他愿意帮你发声 他愿意站在正义的这一方 然后来帮你讲话 这个是我觉得徐晓欣最讲义气的地方 所以今天换成是徐晓欣出事 甚至还被吴钊燮来提告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他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啊 他帮大家去追 那一笔一千万美金的金流流到哪边去 作为一个立法委员的职责去追金流的黑幕 到底哪边错了呢 到底哪里错了 而且你要想想看哦 今天外交部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查 他们住捷克代表 有没有掌握情报失灵的问题 他反倒是转一个角度 然后来告徐晓欣泄密 那他去告徐晓欣泄密 他背后的意思两个状况 第一个他就是要去掩盖 我们园屋的金流这个大黑幕 我不能够让你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 他就是想要掩盖 外交部可能有情报掌握失灵的状况 因为捷克那边早就已经 把这整件事情 把它公开了 然后我们还列为 亲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所以外交部是拿徐晓欣来当戴罪羔羊啊 来当这个遮羞部啊 那这种状况之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揭穿外交部呢 为什么外交部反倒 更小当上去 然后反过来来提告徐晓欣呢 就是因为徐晓欣做对了什么事情 然后反过来外交部才要来对他提告嘛 用这件事情来转移焦点嘛 那吕家凯还说什么 反正你们这些都还在外交国防啊 你们还没被起诉的 可以继续查 什么叫还没被起诉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 之后马文君之后徐晓欣都会被起诉吗 还说他们会转换跑道 所以这个就是徐晓欣口中的霸凌 就是言语上面的一种霸凌 那我觉得可能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 应该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反正你们还没有被起诉嘛 那你之后转换跑道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 真的是压垮路途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觉得大家持平来想 这么多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来想一下 如果今天徐晓欣真的被起诉 真的被抓去坐牢 你能够想象一个没有徐晓欣的国民党吗 大家能够想象吗 2022年的年底选战 为什么国民党能够收复这么多的师徒 当然包含了王洪威去踢爆了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件 让大家看到民党失位的真相 还有徐晓欣在台北市场选战这一仗 也是打得很精彩啊 他勇敢挺身而出去提告无良公关 然后把陈时中酒后失态的样子 揭露到大众面前 这就是徐晓欣他勇敢揭蔽的能力 所以今天如果他真的被抓去坐牢了 你们能够想象国民党会变什么样子吗 你们能够想象2026的国民党 在选县市首张选战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所以说我才觉得 今天要落井下石徐晓欣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啊 对不对 那吕家凯却这样对徐晓欣 你可以赚到流量 但反过来 你可以从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你是不是就失去了一个盟友了呢 欢迎讨论 ünde ATE